我們採購去幫我們採購 他是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師 陳素秋 醫院裡的93病房 也就是收治肺炎病患的 負壓隔離病房 由他負責 我們處理每個患者 就是要這樣子的手續 然後進去裡面 每天得花十幾分鐘 穿起密不透風的全套隔離衣 N95口罩的掛繩 將他的臉淚的緊緊 如同他牽掛著病人的心一樣 全國第一位 因肺炎死亡的白牌車司機 他的媽媽和弟弟確診後 也住在93隔離病房 老媽媽痊癒後先出院 陳素秋擔心他老人家一個人在家 特別去探望他 拿著他的大兒子的照片 拿著他的大兒子 理應的那個身分證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我沒想到我的小孩 去的時候沒有回 看著老人家白髮人送黑髮人 陳素秋心中不忍 後來每天下班 不論多晚都會去看阿嬤 帶點心給阿嬤吃 直到阿嬤的小兒子出院回家 後來他兒子出院的時候 我還是有去看他 那他兒子有跟我講到他的困難 那我也請射風去協助 男性舉動讓不少人動容 17年前的SARS疫情爆發時 他就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我其實有沒有跟我老公說實話 我只是說 這個說我抽籤到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好啊 那你去 陳素秋不顧危險 自願衝鋒 憲政 只希望運用自己的一點點力量 感染親友同事 以及他照顧的病人 勇敢對抗疫情 建成室委 黎元兵李雲傑 彰化 常常報導